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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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在天国当中飞行的 还有在这个池塘里栖息的 这都是从老董那逃跑 存获自由的野牙 为了尽量避免野牙逃跑 老董就开始了 这个野牙吃得舒服 住得舒服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老董无微不至的照顾 换来的是野牙极度的不领情 怎么个不领情法呢 因为老董发现 这些野牙的生活习性 已经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这些野牙不会打开 exec的野牙 发生成什么样的 ρ游上ires 英文寺子也是在增水面上的水面上 所以門口是水面上,就像在外面上 所以要在增水面上 不是盛水面上的水面上 在法人用不煽的水面上 是法人的牧場是像在西藤的但是 法人养想要說過 但但他和其所謂的念 其實,在預解說 非常舒服的 必須保持環境 外面我把天王造的 架境是兩邊左右 因為鴨子需要一個自由的飛俠的空間 他一天到晚我都不關門的 然後他吃飽了自己睡覺去 睡覺睡著了就自己飛出來的 就他在這個活動的天地裡邊是自由的 但是你又不能讓他飛走 所以你搭了這個盆子 對 這個寬度和高度有講究嗎 這個是有講究的 就是你如果說你外面的王造的矮了的話 他鴨子空間不大 飛起來好像飛不起來了 他也很吃力的 所以說他會砸落砸油不下袋了 就是你這個兩米是經過摸索得出來的 是 那這個寬度有講究嗎 寬度其實就是跟鴨子的數量有關的 你如果越寬可以多鴨 你想的話 我們也就是理論上實際上是越大越好 對 但是你最後經過摸索是弄成這個 現在是有多寬 現在他的寬度是16米左右 这些草是真鲜,就好像韭菜一样 这是鸭鸭的饭吗 其实这个不是鸭的饭 这是鸭鸭的菜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草 这是黑木草 黑木草 这种呢 这种是木色草 你还给它准备不同样子的 对 这种木色草 其实鸭子这也吃了 这个不用给它切碎了吗 不用切碎 直接扔给它就能吃 就直接扔给它就吃掉了 马上可以消化掉了 这样子 那这个肯定是饭 我说对了 这个是饭 是主食的 主食 那个我看你的鸭子不是很大 你为什么不给它磨碎了 它不更好吃吗 不用磨碎 就以前咱们磨碎的用过 用了以后呢 就是浪费也很大 怎么会浪 它是把它弄的 兜到外面地上去了 对 一个呢 用到外面地上去了 然后呢 就是它吃的食量呢 也是这个好 因为它 那野药呢 它主要飞下的时间比较多 消化能力特别强 对吧 你给它用米粉的话 它也吃肥了 它也不下蛋 吃肥了还不下蛋 我这个颗粒 用米吃下去的话 它容易消化 所以说能保持它的野性 那你一个月喂多少 你以前用那个 比如说你说用那个粉 和用这个的那种数量有对比吗 有的 这个你以前是用风味的话 我这个一切这个鸭子 它要吃上300斤左右 它现在就是用颗粒的话 你270斤就可以了 你刚才说这个树是一个月 一天 一天 一天是指一个盆里 对一个盆里 一个盆里能够吃270斤 对对对 挺能吃的 那当晚呢 它每天也有活动嘛 我计算是要收到30块钱一只 后来也确实是 整了差不多 Selon le plan initial Monsieur Dong avait vendu 一些鸭子在广州 但是他并没有想到 那他并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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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并没有考虑过的 老董的预期 老董对野养的养殖 是充满的货币 是充满的货币 没有想到在当地 就有人上门求购 这是他以前没有考虑过的 看来野养的养殖前景 是远远超过了老董的预期 老董对野养的养殖 是充满的希望 但是这一动力 是因为上门求购者的一句话 发生了改变 这一动力 是好是好 这一动力 是差不多 就是价格太高了 这一动力 一万万块钱 也只有两个重 价格也得高了 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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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很多市场 比如我们 我们 有很多的 鱼羽 雞羽 小杞 还有一个小杉 的海边一带 都去 跑了一路 Monsieur Dong 我们说 那里面的区域 是一个地方 的地方 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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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 第4月的药,中也可能比较多一百五千多元 加上其他四種 像利兔藝 利兔藝也可能比较多一百多元 Monsieur Dong, qui élevé 4药和多20。000。 多一万多的药和多一百多元 他在其中一百多的药和多20.000。 叶和多一千多的药和多一千多元 他已经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要500个产品 然后说500个产品的话 就是你也多少钱他们全部都要拿过去的 Monsieur Dong était-on ne peut plus content de rencontrer un tel client mais un malheur est arrivé En août 2009, après le typhon Morak notre éleveur de canards contemplait un triste spectacle Et les pertes allaient encore en s'aggravant Ladong开始各方争取意见 没想到他当打听西询问 Huan来的确实是几张纸 这是什么纸 这些纸对老董的野养养殖带来怎样的改变 Il s'agit du rapport du test envoyé par un expert 但是他煮了之后 他的蛋白是透明的 所以他的营养价值比普通的要高了很多 L'éleveur ne s'attendait certainement pas Sur cette base,l'expert a fait une analyse approfondie L'éleveur,做澳大师 我们的四年代 L'éleveur最高的血量 L'éleveur最高的血量 L'éleveur和白颗大师 的燃料价值差不多 L'éleveur相当厚的血量 它使用了低 包括约约约的 野鸭下出赫壳蛋 这老董从来没有在意过的事情 却让浙江省农科院的专家非常兴奋 原来自己的野鸭蛋里有宝贝 可是这个专家一界面提出的问题 就把老董给难住了 到底是哪些野鸭下的赫壳蛋呢 虽然老董做的工作非常细致 但是他也只能够说得出 这些赫壳蛋出自哪个卷舍 具体是哪只母野鸭下的 这个就无从而知了 怎么办呢 老董说也只能用最本的 最有效的办法来试一试 而先生姓大人知道 那些蟹捕鱼运ки 寻求过拉大约 但是他不懂当 那些蟹捕鱼运式 团成不良 那些蟹捕鱼运式 这些蟹捕鱼运式 比较少千千万人的蟹捕鱼运式 被离开了一个洞子 在这个羽中寻规则 在那一段时间,他在那一段时间,就很清楚了 M.Dong a découvert qu'un millier de cannes avaient pondu des oeufs à coquilles brunes 但这不是那些他会购买其他地方 其实他们是一种的相产 通过自然的交配 Les oeufs à coquilles brunes étaient en fait issus d'une nouvelle espèce engendrées par différentes espèces de canards sauvages après accouplement Pour la distinguer des autres canards L'exper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agricoles de la province l'a nommé canard sauvage de Foncroy 各位,这个荷克鸭蛋 到底是铲子哪里 我们改了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就是咱们独有的那个品种吧 对,就是我们现在叫它 Foncroy野鸭 它跟那种什么斑嘴野鸭 什么绿头野鸭 那些区别在什么地方 你跟我们说说 明显的区别就是它的羽毛 它跟那个利头野鸭比较接近 但是它的体型又跟那个白嘴野鸭比较接近 但是它食量要比白嘴野鸭少 下蛋可能要比白嘴野鸭多 它食量能少到多少 它食量又被一天下来吃二两差不多了 白嘴野鸭的话它一天要吃到四两左右 产蛋呢 才待它一夜下来能采到八十枚左右 那白嘴野鸭不行 白嘴野鸭一夜下来只能采三十枚左右的蛋 那很了不起 可能是吃得少 产得多 它是说一种鸡皮股野鸭 鸡皮股野鸭它下蛋率有这么高 其实是多油无油的 你说的那是煎皮股 煎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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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三毛钱一个要吃到一百块 所以说你卖三块钱一个亚蛋的话 它还要贵掉 就是我们那个新品种的芬股野鸭 它一年可以下八十枚的蛋 那如果说以下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它可以做到两百四十块的钱 那它吃口去一百块成本 所以说它净账一百多 说它没有尸体还没有尸体 净质在市场上 因为这种我觉得特别是化 来年龄居股野鸭 是拿的 瘴基与肪野鸭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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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以外的配套的配套 我们选择下来的材料高的品析 我们把它留下来 整个快乐之后 我们现在的品种 优优优独播剧场 虽然有很多药和白瓣的品析 但没有药和白瓣的品析 我们为了一般的品析 在普通的药里面 因为有很多药和白瓣的品析 但没有药和白瓣的品析 那么我们为了防止人家防茂 我们的药丹 那么我们学了这个 这个药丹 那么这个市场上 我们也可以做品牌 随着的提示 的优优独播剧场 您看我们现在的小间把它割开了 现在每一小间都是 一共 也是为了配合 我们牙手都挂着 每天它下袋的数据 看到了 你看这一组里边 褐色的比较多 对 这个青的可能在前两天下过两个 这有一个 白的没有 人家说这一组是不错 你这是个细型活 每天要监督这个 对 工人捡了就要记录下来 对 然后你怎么决定它的去留呢 下核可带的留下来 是吧 把那个下白可带的 或者是那个清口的 这俩那个一白的 把它淘汰 现在来说只能是30%左右 是核可的 但是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 要把它淘汰到80%左右 现在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青年鸭棚里 两月龄以上的鸭子住的一个地方 是吧 他们的宿舍里边 那鸭子刚刚卖走了 正好我们说点事 它这个鸭棚看上去好像是 很平常无奇吧 实际上是暗藏玄机 你给我们讲讲 它的玄机藏在哪 主要它有 你看那个上面 都埋着了那个通风机 通风机 那个通风机就是根据 外面风力的大小 把里面的埃及可以吸出去的 是鸭棚来保持清晰的 清晰的空气 它不用电是吗 不用电的 它你外面的风越大 它就是吸力越强 它这个作用有点像烟囱一样 就把这个东西自动就给吸走了 对对对 那还有什么别的学生 还有呢 就是我们自己造成一个 就是那个消毒喷雾用的 这不是一条电线 不是电线 它这个喷头呢 可以起到那个 下跌时候起到那个降温的作用 降温 还有你压制 比如说需要消毒的事情 它可以去到杀虫啊什么的 都可以起到这个 两个作用 就第一个可以这个杀菌消毒 另外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降温 降温 对对对 它是喷雾吗 是喷雾的 我们能看到这个 能演示给我看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就试一下 试一下 它会喷我 你看 哇 哇 整个的感觉 你看整个屋里 好像仙境一般 倒是 这个多长时间就能喷炭了 它只要在一分钟之内 就能把整个茶底都消毒一次 哇 这个很好 那等于是这个鸭子住在这里面 很舒服 空气很清新 环境很干净 有消毒 然后还能起到降温的这个 调节温度 对 对 我们呢就是对这些 养者基地呢 首先就是对经营管理 这个能源 提高数字方面的培训 按照这个汇管理 动技术 这个走市场这样的一个思路 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的数字 同时呢 加强对他们的生产条件 生产适世的这个支持力度 按照总项目投入的30% 以给予扶持 同时呢 加强市场营销 提高这个分化野鸭 这些农产品的这个品牌效应 走品牌化之路 你看老总 07年的时候 你才养了一千余的这个班队野鸭 还是试养 你看现在事业做得多好 你跟我们说你有多大的规模了吧 现在我们这个野鸭肠 一共有三万余左右的年层来养 那个品种呢 品种主要有五个品种 一个呢是 带着野鸭 利头野鸭 利次野鸭 和长颈野鸭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分化野鸭 一共有五个品种 真不错 你以前呢是卖肉鸭为主 就是卖这个野鸭肉的对吧 你现在转向了那个野鸭蛋 对 那收益怎么样 我们2012年 野鸭蛋生产一块是 一共生产了200灯 产值提高了600万以上 就到600万了 增长了600万以上 那这只是12年 那你今年乃至以后 你是怎么打算的 今年我们等以后 有三个方面的打算 第一就是 生产严压的一块 在原来的基础上 平稳的增长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 神农科学科技专家 团队的指导下和处下 就是 申请国家级的 我们分化野鸭的新品种审定 还有申报 那个专利一到两个 第三个呢 就是把我们 分化野鸭的 优质鸭苗 通过和这种 发芽的模式 下脆够的出售 增出把产值 达到5000万以上 的剩余的增长 由于分化野鸭 至于分化野鸭 的剩余的增长 有终于分化野鸭 成功的成功 纯属幸运 因为分化野鸭 最早并不是 老董自行翻译出来的 这话 乍听起来有些道理 但仔细一想 如果不是老董 认准了野鸭市场 不是他想尽办法 搜集各种野鸭来饲养 不是他跟浙江农科院 寻求合作 繁育新品种 这样的好事 是不会落在他的头上 还是那句话 机会是 留个有准备的人 认准目标 坚持不懈 成功就在不远处 向你招手呢 让只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韩东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